新北市消防局特别举办实施大会 又朝出院率9%的目标迈进 台北市卫生局举办妖女凉血压健康带回家活动 邀请熊赞和艺人代言 民众登陆良策集果就有机会赢得5000元礼券 农历5月13日是城隍爷圣诞 明年刚好是城隍爷度台地200年 台北辖海城隍庙规划三部集活动 6月起将会有为期一个月的活动表演 医学术语当中的欧卡指的是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 而根据最新的统计 新北市抢救欧卡病患的康复出院率 已经达8.6% 不但是亚洲第一 也与世界医疗最佳城市西雅图并驾齐驱 为了要鼓舞士气 新北市消防局特别举办抢救欧卡神明大作战的适时大会 市长侯友宜带头宣示要朝出院率9%的目标迈进 新北市长侯友宜 徒步交越22个专责救护队 肯定260名队员在危难中 拯救生命的伟大情操 根据最新统计 新北市抢救欧卡病患的康复出院率 已达8.6% 不但是亚洲第一 也与世界医疗最佳城市西雅图并驾齐驱 为了鼓舞士气 新北市消防局特别举办抢救欧卡生明大作战适时大会活动 展现守护市民安全的决心 并驾齐驱 去年专责救护队执行了近10万件救护任务 对到院前救护的贡献显著 侯友宜除了感谢救护队员和医护人员的付出 也期望今年欧卡康复出院率能达到9%的目标 我们不断透过救护车最先进的配备 以及我们有AED 有自动心肺护士器 有很多的紧急医疗的科技的智慧化 来跟后端来连线 提升我们的救护的能量 我相信今年我们大家好好努力的话 我们欧卡的卡康复数月率 可以达到9%的 在四次大会中 侯友宜特别表扬卓越的急救责任医院 同时也感谢历年来 捐赠救护车及AED的三星人士 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打造新北市 成为安全安心及安居的幸福城市 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罗文宏采访报导 您知道腰围和代谢症候群 是息息相关的吗 唯有定时的量测血压 才能够保护自己的健康 台北市卫生局就举办 腰女量血压健康带回家的活动 邮请到了熊赞和艺人张嘉欣 共同代言 民众只要登陆量测的结果 就有机会赢得五千元的领券 圆滚滚的熊赞 遇到注重体态的卫生局长黄世杰 到底会蹦出什么火花呢 大家一起量个腰围 熊赞这庞大的身躯果然输了 再跟霸电党艺人张嘉欣比血压 结果还是败战收场 趣味过程让记者会现场 笑料百出 常常的就是提醒自己 多运动 然后注意饮食之外呢 那也要常常量血压 健康带回家 台湾市卫生局在五月的感恩月 特别邀请熊赞跟艺人张嘉欣 出席邀你量血压 健康带回家活动 提倡腰围以男性九十公分 女性六十公分为标准 血压也必须定时量测 才能确保健康 透过这个量血压的部分 我们可以让民众知道 目前自己的血压状况 血压值是多少 然后来做一个控制 男性大于九十公分 或是女性大于八十公分 那以及血压偏高的话 都是代表 新人代谢比较不是那么理想 那跟长期的一些 心血管疾病都有相关 根据卫福部国建署调查 五十岁以上 罹患高血压的人数 高达三十九万人 而一百零七年 台北市学童测量爸妈腰围 发现四成的腰围 超过了正常值 而台北市卫生局 从即日起到五月底 举办登陆量测抽奖活动 民众就有机会 读得五千元礼券 卫生局呼吁民众都能 定时量测 把健康带回家 台北大台北市卫星 文曹德华 台北报道 新代人生活压力大 经常会出现身心疲劳的情况 因此台北市卫生局 特别和资商心理工会 来合作 将在台北市政府的 一楼东侧 举办免费专业的 心理咨询服务 包括心理健康 B&I的检测 压力调试等等 希望能够守护 民众心理的健康 生活压力大 觉得心烦 情绪低落 想找人诉说心理话 为了帮助民众 找到压力出口 台北市卫生局 和资商心理师工会合作 成立市民心理咨询站 免费提供专业资商 要帮民众找回新能量 需要癌症的筛减 可是大概大家一定没做过 心理健康筛减 都要等到心理疾病出现 才会去就诊 台北市除了12区的 12个行政区之外 在社区心理卫生中心 也都设有这个门诊的 咨询服务 根据卫生局统计 107年寻求心理资商服务的 就有2262人 比104年上升65% 需求量明显提升 因此工会特别安排 具有心理健康促进 心理资商与心理治疗 并且有多年服务经验的 专业医事人员 守顾大家的心理健康 我们会教他时间管理 20%跟80%的原则 你20%要拿来做 最重要的事情 不然你有时候会觉得你瞎忙 可是事实上你很忙 可是你没有做到最大的重点 也要留一些喘息的空间 给他自己 北市府免费专业心理咨询 服务时间为每周24 中午12点半到1点半 在市府一楼东区提供咨询 包括心理健康BMI检测 危机因应及压力调试等服务 及早发现问题 寻求正确解决办法 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游翔亭采访报导 为了有效运用国立空中大学的闲置土地 新北市议员李翁月娥特别邀请相关单位进行会刊 并且举办讲座 希望能够利用空大的部分空间 新建包括了邓丽军纪念馆 以及多媒体活动中心 来满足当地民众的需求 如说去地狭人稠 许多公共设施都找不到地方新建 但占地广阔的国立空中大学 却空很大 校园内除了几栋建筑物外 其余都是草坪和停车场 为了有效运用公有土地 新北市议员李翁月娥 特别邀请相关单位会刊 并举办座谈 希望利用空大的部分空间 新建包括邓丽军纪念馆 及多功能活动中心 因为这队 如果能够去邓丽军纪念馆 来给多功能的活动中心 就清醒三年包小巨蛋 还有一个表演厅 那么独书馆 铁雅馆 都可以纳入 最后我们都知道 我们中央和政府 现在在推动长照 拖劳拖义 这都是政府的建策 李翁月娥提出了这项物进其用 递进其力的构想 立即获得多位里长的赞同 而空大校长陈松博也认为 只要不影响学校的运作 一切都好谈 会看过程中 教育部 文化部及新北市府代表 都乐观其成 并认为应先盘点土地 厘清全责归属后 再进行相关的规划 李翁月娥则希望新北市府 能积极与中央沟通协调 让这个构想能早日定案 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罗伦宏采访报导 新北市政府结合 13家有线电视业者 共同建制的 新北有线公共监测平台 在去年4月份启用后 透过24小时的监测 及时反映容易淹水区域的水情 而今年13家业者 在加码增设了40个监测点 使得水情监测涵盖到全市29区 让防汛系统更加完备 为了有效掌握灾情 并提早因应 新北市政府去年结合 辖内13家有线电视业者 共同建制新北有线公共监测平台 透过24小时监测 即使反映溢烟水区域的情形 今年13家业者再加码 增设40个监测点 使得水情监测涵盖全市29区 让防汛系统更完备 全内有线电视 自从配合我们政府的 全数位化 我们这几年投资相当多的成本 整个完成之后来讲的话 我们整个数位化的服务 不光是对我们的订户 能够提供更多元化 更好的一些价值的服务 并且我们也配合新北市政府 做公共监测平台 也可以运用这套光纤网路系统 我们在新北市全区 跟同业一起配合 设置了各个的观测点 在很重要的地方来讲的话 需要的人都可以从这样的一个地方 能够用手机平板等等 来能够去做一个监测 所以也能够提升加强大家的一个公共安全 对于13家有线电视业者 主动协助市府架设水型监控设备 并提供专业维修 让监测平台 24小时维持正常运作 达到降低灾损 保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目标 新北市长侯友宜相当肯定 新北市的这个有线电视台 所有的好朋友们 他们把他们的所做的 这个网路的监控系统 就配合给我们新北市的水利集 给我们的学校 来预防我们的整个灾情 所以水情的监测 就谢谢这些企业界 谢谢民间团体给我们加油 给我们支持 新北有线公共监测平台 目前触角以片集三支乌来等片箱 透过有线电视系统的光纤网路 和红外线监视器 除了提升防灾效能 也可作为停班停课的判断标准 有线电视数位化后 各项功能与服务全面提升 不但是智慧家庭的好伙伴 也成为新北智慧城市的好朋友 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伦宏采访报导 我们回来告诉您 如果家中3到6岁小孩 还经常骚痒抓下体 有可能卫生出现问题 甚至有局部感染 有幼儿因为小便疼痛 加上红肿和轻微分泌物 经过检测确定为生殖器发炎 提醒家长多加注意 你看这个地方 海关好地点好 而且银行便利商店 都在这附近生活经验相当好 对了 五月份就要缴房屋税了 这样就可以走路去缴了 现在不出门在家用手机 就可以缴房屋税咯 等我秀给你看吧 下载有提供缴税服务的 行动支付APP 扫描税单上的QR Code 确认缴税资料 缴纳完成 你看有各种缴纳的管道 现在可是一化的时代呢 别忘了 无纳要缴纳要缴房屋税哦 欢迎回来凯博大台北新闻 近年来台北市观观传播局 积极拓展菲律宾的旅游市场 而这一次再度的邀请到 飞国相当知名的演歌双七歌手 来到台湾进行宣传 还特别与台北旅游的女生 阿喜合唱歌曲 介绍台湾的美食 台北旅游女生阿喜身穿旗袍 口中唱着地方戏曲 迎接菲律宾演歌双七歌手 Mikey Bostos 一起搭配现代嘻哈rap歌曲 介绍各式各样的台北美食 让二度来台的Mikey 依旧惊喜不已 我们喜欢去市场 我们在拍摄 我们可以参加这些 小吃的小吃的小吃的地方 当然是夜市场 有名的鸡蛋糕汁 当然是烤鸡豆腐 就是台北的大量的大量 去年Mikey Bostos 即翻唱世大运主题曲 创下百万点阅率之后 今年观传局再度邀请来台 他更自创rap搭配 今年的Undiscovered台北 台北观光主题曲 再度重游台北 因为免签的关系 加上距离又近 飞行时间大概是两个多小时 那整体而言来看 其实对于菲律宾的民众 来到台北 台湾是非常非常方便 而且便利的 根据交通部观光局数据显示 2018菲律宾来台旅客 较2017成长多了四成 台北市观传局近年来 积极拓展菲律宾的市场 预计下个月将会前往马里拉 举行产品发布会 与当地的民众相见欢 希望让他们体验台北的无穷魅力 开播到台北书位 新闻曹德华 采访报道 农历5月13日是城隍爷圣诞 明年刚好是城隍爷度台 第200年 台北侠海城隍庙 特别规划三部曲的活动 今年以香火带带船为主题 重现鲜明到大稻城定居的过程 从6月份开始会有围棋一个月的展览 彩阶和音乐表演 演唱者用乐琴加吉他 唱出《峡海城隍爷》来台故事 重现1853年发生的顶下交拼 泄斗事件 反映当时鲜明如何在大稻城定居 延续城隍庙香火 过去的辛苦打拼 让台北侠海城隍庙第六代传人 陈文文满是感动 全在城隍爷生日的6月份 要举办一场另类的生日趴 农历5月13日是城隍爷诞成 明年刚好是城隍爷 杜海来台第200年 今年庙方重现历史 以香火传承为主题 规划展览 采接和音乐活动 还特别请到歌仔系老师 唐美云举办讲座 带民众了解鲜明如何守护台湾 就是希望延续香火 不管是神明的香火 还是人的香火 还是店的生意的香火 为期一个月的台北侠海城隍文化节 不只有传统的祝寿仪式 6月1号城隍爷也会在大稻城码头 坐龙周四伏 大同区公所则是在6月2号 举办烈烈大稻城城隍生日趴 串联当地店家进行闯光活动 让民众看表演拿好礼 内容精彩可齐 邀请民众在6月份一起到大稻城 体验不一样的宗教文化 台报大台北苏维新闻 邱世明探访报道 今天的这里就靠你单元 要来介绍台北市信义区亚祥里 里内有一座小而巧的福祥公园 但是因为年久失修 不但地砖隆起水石的水泥也外露了 本届新当选的里长高天喜 上任后就积极地请托议员来协助 终于顺利取得经费 预计年底就能够修缮完成 公园处人员正忙着 修剪公园内的树木 让来公园散步运动的民众 视野更宽广 这是信义区亚祥里内的福祥公园 也是里民的修气好去处 这个也是几十年了 所以这边比较老旧 目前的话你也知道 公家的话经费问题都很大问题 所以说也求不出来 所以说小的公园先把它弄好 位于永极路跟松龙路交叉口的福祥公园 因为年久失修 不但地砖隆起 最严重的就是凉亭中的石造长椅 都已经破损而且水泥外漏 变成危险公社 去年的话我当前以后的话 就开始已经规划了 但是这个的话 应该的话 整修的部分的话 应该会全部全部换南一新 东工区可能要将近四到六个月 本届新当选的雅翔里长高天喜 上任后第一件事 就是请托议员协助办理会刊 并且成功申请到经费 预计在年底前就会把公园缺失改善完成 里长呼吁在这半年内的整修期间 里民能够多多体谅 等待全新的福祥公园与大家见面 开播大台北书的新闻曹德华 采访报道 三到六岁的幼儿 开始会对性器官产生兴趣 医师就提醒了 如果是小孩常常骚痒抓下体 有可能卫生问题 或者是有可能会引发局部的感染 在门诊当中就有幼儿因为小便疼痛 加上出现了红肿以及轻微的分泌物 家长才赶紧送医接触治疗 一名四岁男童最近跟爸妈抱怨排尿疼痛 有时还痛到尿不出来 爸爸在帮他洗澡时 也发现包皮红肿跟轻微分泌物 就医后被诊断出孩子得了龟头包皮炎 耗发在二到五岁不曾切过包皮的一些男童身上 那这个部分呢我们比较常见的原因 大致上是一些接触性的刺激 续发性的感染 造成小朋友有一些龟头以及包皮 有一些发炎肿胀的情况 家属没有注意到他反复的感染 他其实那个地方容易会有一些结底组织 甚至将来就会有一些疤痕组织 所以他的龟头以及包皮就会有产生一些结痂的情况 专家提醒由于三到六岁的幼童 开始对自己的性器官感到兴趣 会透过抚摸等等方式获得心理跟生理上的满足 很多幼儿可能会有不自觉抓下体的行为 医师建议这时父母千万不要严厉禁止 应该用温和方式教导性教育 不要用比较强硬或者是修修脸的一些态度 去校正他这样子的行为 那其实应该正确的导入一些 这个年纪适当的性教育 那用一些适当的其他的玩具啊 触觉这样子的特别的玩具 让他分散他的注意力 那分散他对于性器官的一些扫抓的一些行为 预防龟头包皮炎 除了注意男童生殖器的清洁跟照护 医师也提醒 如果发生感染 千万不要用肥皂肺子粉等等接触性刺激物 还是赶紧就医治疗 避免症状恶化 记者顾参永 采访报报道 小机会调查市售25款的卫生棉 其中有4款违反商标法 另外含有中药成分的卫生棉 因为缺乏相关的检验规范 恐怕没有保障 中医师就表示了 卫生棉当中的成分会经由体内来吸收 其实对于妇科以及内分泌仍然会造成影响 提醒消费者购买时要特别的注意 包装上清楚写着纯天然汉方 标榜附有中药成分的卫生棉 目前市面上种类繁多 主打功能性 价格也比较贵 小机会特别调查市售25件产品 发现有4件不合格 没有清楚标示使用和保存方法 市面上的产品越来越多元 那政府的这个国家标准呢 会不会太落伍了 业者提供出来的产品呢 诉说了这么多的 诉求了这么多的一个功能 政府要不要好好的去定一些标准 由于目前市售中药卫生棉 中药只是附加成分 因此没有纳入主要检验项目 但就怕每个人体质不同 中医师建议还是不要加汉方成分 毕竟使用上直接接触女性私密处 容易被人体吸收 我个人认为还是建议不要加汉方的成分 因为汉方的成分它经由卫生棉 就是经由体内吸收以后 就是其实是会对复刻和内分泌造成影响 添加这些成分对我们人体 对女性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事实上我们是没有办法预测的 因应产品使用成分的多样性 消机会呼吁政府应增订卫生棉检测相关规范 业者在研发新产品时也能有相关依据 让消费者购买使用更有保障 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由翔亭采访报道 欢迎光临幸福城市台东 欢迎回来凯博大台的新闻 这阵子备受注目的IKEA新店分店正式开幕 新北市长侯友宜特别出席开幕典礼 他表示非常高兴企业愿意投资新北 相信商场的开幕也将会为地方 带来不同的风貌以及商机 在忧人神谷震撼的表演下 为备受瞩目的IKEA新店店开幕典礼揭开了序幕 新北市长侯友宜也特地出席 并且受邀上台一同进行瑞典特有的剧目仪式 象征新店开幕开启崭新篇章 市长侯友宜表示 非常高兴有企业投资新北 相信商场的开幕可以为地方带来繁荣与商机 新店有IKEA的进驻 不但带动我们人口聚集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购物休闲家具教室的好场所以外 也能够结合我们的产业链 不断地让新店变得不一样 随后在五龙五世的欢迎下 一行人和排队民众陆续都进入了商场当中 由于IKEA新店店就位于小壁潭捡运站 在交通方面可以说非常的方便 商场占地6600平 两层楼的规划通道明亮宽敞 除了家具居家商品的贩售 也有餐厅提供多元的美食 不少民众得知开幕 都常先在第一时间前来体验 我觉得很舒服啊 这地方感觉就是很开阔 然后空间很大 然后觉得为新店带来一些新的气象 很好 非常棒非常好 我觉得在动向和环境的设计上面 都不错啊 所以未来会考虑是说 譬如像一整天来桂花这边 应该爸爸妈妈会来这边 我要上班了 今天休假 IKEA新店店还没开幕前 就受到热烈讨论 如今正式营运 相信会吸引许多民众朝圣 而为了回馈在地居民 临近商场的新店中华礼 百福礼 福明礼和中央礼 在6月3号到6月6号期间 李明池会员卡都可以兑换九折券 享有当日消费九折的优惠 而这里未来应该也会成为 许多新店人假日逛街的好选择 记者杨邦友 张芳琪新店采访报道 而在卢州有一家在地的建商 在生活机能完善的南港子重画区内 打造了一座结合台日风格的完美居所 希望为平日辛苦打拼的朋友 营造出一个真正放松的家 楼高26层SRC钢古自正 加上五项正面的尊荣外观 气派豪华的崭新建筑 也难成为卢州的新地标 卢州去一家在地建商 本着造福家乡的理念 不惜成本委托台湾松下营建 在生活机能完善的南港子重画区 打造一栋台日合璧的完美居所 希望给平日辛苦打拼的朋友 一个真正放松的家 从当初的设计到营造 我们印田建设不惜成本 请了日本松下营造 来做整体的规划跟设计 包含从外面的庭园的一些风格 到我们大厅的整个风味 到我们的公社的设计 让你回来是一个能够很沉得下 你的情绪 放松你的心情的一个家 除了近乎苛求的日式功法 令人赞叹 户外绿意盎然的禅风庭园 也是一绝 无论是整排的贵族 充满生命力的松薄 还是田径的水池 都蕴藏着设计者的高度智慧 前面种了这一排贵族 它的作用不单单是有理有外 我们更取其节节高深 然后我们这边的这个水池 它的位置是我们这栋大楼 这种这个社区 整个社区的一个它的财位 那这个增薄种在上面 取其飞龙在天 所以这种种在在在种种 都是有经过我们在这边精心的 为了让这个社区能住进来 你能够身体健康 财运滚滚 然后发大财 在一楼挑高的公共场域 不仅有静态的阅览室 儿童图书室 也有动态的瑜伽教室 健身房 撞球间 及投篮机等设施 另外26楼顶还设有空中花园 可让住户从100米的高度 远眺周遭美景 业者以在地情怀 盖好房子 除了希望与换屋人交心 也希望提升住宅的艺术品味 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罗伦宏采访报导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 中央气象局指出 这几天全台各地天气不稳定 周五开始到周末 受到偏东风 以及东南风的影响 各地都要注意午后雷震雨 而到了下周一开始 还会有另一道 结构完整的封面 将会开始影响台湾 也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 凯博大台北新闻 我是曾子庭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